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就让他在现场慢慢对谈 因为效果他会好一点 但是我怎么也要进入 因为很难得可以终于和前辈谈谈 讲笑很渊源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最初的认识就是一间大型出版公司做的领导阶层 那时候应该不方便畅所欲言 但是去到离开了香港之后 特别在整个反送中运动期间之后 我们应该是香港其中一位最感言的评论人 中间很多朋友在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你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最初是以为我是不是一个同龄人 慢慢说 原来真的是一位前辈 而很多认识开利的朋友 又会觉得 真是想不到你在这个时候 这么勇敢肯走出来说话 因为你本身所属的圈子等等 都是另一个世界 于是有很多这些迷思 都在大家心目中想探讨 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直接和你聊天 现在终于可以聊天 很开心的 再说一句 因为黄先生的书刚刚出了 《香港的我的外遇同》 其实我们也很想推荐这本书 但是以前没有机会找到你聊天 所以现在有很多原因 终于可以达成心愿了 不如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我心路的历导 是 我自己其实虽然在做也是出版 虽然我自己的兴趣是文学方面多一些 但是其实我一直有关心大陆的政治 我本身在大陆10个月 然后30岁才来到香港 所以我来到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的思想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我来到香港之后 其实接受了香港的西方的一些预期形态 那那个人的思想其实是起了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所以用回香港的这个价值观去看回大陆那些东西 所以可能就特别有一些感受和有一些理解 其实我虽然在天地图书做工作 天地图书本身它是属于左派的围围 就是它不是左派本身的接触的机构 但是天地图书的比较大的股东 其实是左派机构 是联合集团来的 所以基本上那个圈子很大部分都是在左派的圈子里面的 那时候在占中 占中时期 其实我 我刚刚来到香港 其实我写一些政治评论的 那时候就在70年代 在一间叫做《敬步》 几间那些政论集团 都有发表的东西 直到去到占中时代 那时候我又觉得 陈建文他们搞的这个运动 对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很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 那我就用筆名投稿给李懿的 那时候的筆名就叫做《顾行飞》 《顾》就是天上行眼的《顾》就是非常飞 《顾》就是照顾的顾 那时候主要是不想给天地有些尴尬 而且他可能会觉得有些不便 就是有个高层 为什么这样跟左派重吻掉 所以就用筆名了 一路去到我退了休 我退了休 其实 都有一点点时间在香港 还没回到加拿大之前 都有投稿给《苹果》的评论品 但是那时候都是用了顾行飞的筆名 直到来到加拿大 我18年过来的 18年过来 其实我已经没有写了 直到反送中运动开始 我才再写 那时候写我 我就用了自己的本名 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 关于你的人生等等 Billy会详细和你慢慢去谈 好的 好 回到刚才你说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天地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认识很多左派前辈 都有一个心结的 我不知道那个形容是否好 比如说所谓有很多两面的特性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不能够在工作单位 暢所欲言 就在另外的地方才可以去发表 发泄或者做自己 那你在天地工作的时候 也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没有啊 其实我天地的思想和工作的范围 其实很自由的 还有我和我的老板 其实我们都谈过一段时间的 我老板都说思想比较开放的 还有天地有一个顾问 叫做林真 我不知道你姓不姓 林真本身的思想也是很开放的 所以天地一直出了一些 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书呢 其实都是得到老板和林真他们的支持的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 和世纪前后呢 那时候的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 其实它本身都是比较开放的 它没有禁得禁死的 它都希望有一些大怀的声音 那样又可以传出来 就是本身其实对他们的那个文化的开放 思想的开放 其实都是有一些好处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其实都 到某种程度上都容忍一些异端的声音的 所以我在天地工作的时候 直到我退休前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 才开始有一个禁区的感觉在那裡 就是有些书出不了 比如说我们和香港大学那个新聞 我们与传媒中心合觸的 就是前工啊 陈婉營啊他们那里 我们合觸一派书都是有关大陆的传媒 还有这个社会情况的 其实那时候来看都是相当敏感的 还有我们出了一些 比如说我早年出的一些 中国大陆的东大历史的书 还有后来又出了中国抗日战争 陀治就是很大本的三大策 那个是一个陀瓶集来的 那个基本上就肯定了抗日战争 有七成以上的战役是公民党打的 那个都是颠覆了共产党的一些政治论述的 那后来我们又出了一本叫做《墨碑》 墨碑就是说大陆的大饥峰的 就是那个是一个生化社资深记者写的 他又去做过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调查 跟着他得到的结论是 大饥峰是我死了四千万 那这些在当时其实都是相当敏感的 那我们出版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大压力 但是后来我出了陈冠宗那本《罗明》 陈冠宗那本《罗明》是因为 俄津大学他不敢出 陈冠宗就找我 我就找他讲了 但是那本书都是 虽然是写一些故事 而且涉及到一些西众的文化 但是其实东中的有些意识是 比较同情西众人民和西众文化的 那本出了之后 最初公司又没有什么感觉的 后来可能是 雄层可能有些压力给老板 所以陈冠宗跟着第二本书拿来 就出不了了 这个是退休前一两年的事 就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事 长时间 我明天做了三十多年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压力 墓碑那本书真的很精彩 我经常都跟朋友推介 对我来说 我真的看了一个章节 就几乎想 完全吃不到饭 是的 我们又出了另外一本 关于大饥荒 另外一本是比较小本 但是都是记者会采访的 那本也是讲了很多实例 那本主要都是讲一些 一些饥荒的实例 所以回来近年的事情 到19年之后 你真的经常发现 Billy 你有没有留意前辈的Facebook 有 有 我妈经常看 我妈经常分享给我 对很多新一代来说 真的是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你 我在香港的时候 拜访过你 我不知道 记得记得 记得 我当时会参加这个婚礼 那时候 那天突然间有事 之后我们谈过某些出版的 就是我们才认识你 最初是一个出版界的前辈老行专 但是新一代真的通过Facebook才认识你 还有他们才知道 原来还有前辈会这么说的 其实使得你走到现在的位置 你最初有没有想过 最初你写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答应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世代的一个icon 我是做Facebook 我是被动的 因为中文大学他想宣传那本书 他就叫我做一个Facebook 那时候我投稿给苹果的李平 李平偏偏用的 但是因为他的稿子 即刻太多了 所以他有时我给他的稿 他有时要骗一个星期 那就变成那个时间程又过了 后来我就开了Facebook 我就打算缩程 我不如在Facebook写 我随时写 随时可以发达 那时候就开始写 你最初用Facebook 你之前也是没有用过Facebook 我没有用 我完全是科技梦 是科技梦 我都不懂得用的 后来都是他们帮我搞 搞完我就很简单 寫完照片 寫完照片 是 你最初有没有想到现在的效果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效果如何 好像 好像反送中的时候 好像有比较多人看 但是 其实现在 多数人都是有些政治疲劳 现在慢慢越来越少人看 维持到现在 可能都是一万一万一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当然是政治的风潮 有大事情 大家会多看一些 但是至少 无论那一刻有多少的关注 也好 在1920年期间 至少以我的感知 你真是成为了你的世代的一个icon 很多人是用这个方式去了解 这个世代思维的模式 而且是愿意支持这个运动 是 我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社会效应 但是 我基本上就是 我自己想些什么 我就想些什么 有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 可能说得夸张些 可能是几十年的积累 比较我对共产党的形式 我对他东大历史中间 他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可能多年的积累 可能是那个知识是比较 比一般的学生大可能会全年一些 所以可能涉及到中共当代历史的事件 我可能会比较熟悉 而且用多年对共产党的形式来看 香港的反送中的运动 可能我有一些自己比较独特的看法 这方面可能会吸引到一些 一些学生的朋友 当然这件事也有取舍 就是年青一代认识你之后 但是同时有没有一些你的老朋友 看到你写这个立场的文章 就开始要割席 然后划清界线 有 有 多数就没有去到割席那么严重 多数就是我 是不会使得这样 不会影响到大陆的亲友 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在香港生活工作 可能他们觉得可能对他们的工作 可能都有些影响 我弟弟曾经打电话来劝我 不要再写 我弟弟去年又过了身 他那时候都是说你为什么这样 你都是影响到在大陆的亲友 那其实我弟弟的思想和我是差不多的 不过他就觉得不要搞到这么受人关注 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国安部是很厉害的 有些朋友都是为我安全担心 那这些是正常的 那具体上你有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压力 令你都真的会担心 没有 我想我还没那么重要吧 就是我的影响力 还有我对共产党的伤害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更多的 就是有些在实际上 实际上一些政治运动的 海外的一些民运组织 那些对共产党的威胁 我令我比较大 所以说回现在你新春日书 和你上一本书 其实你的一生基本上都大概透露了在里面 稍后Billy会详细去浮搜一下 我先想问一下 你以前来到香港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香港现在又会变成这样的呢? 没有 我刚刚来香港就是天同 我70年代 1978年来香港 那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人管我 这种东西是最大的一个凶反的感觉 第二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自由的 你的选择职业 你的业务时间怎么支配 你看什么书 你在写什么文中完全是自由的 这种东西对我是最宝贵的一个人生经历 因为如果我在大陆 我后半生的这些自由 完全就不用想了 但是以你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你在香港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过有一天 它会这么重手对这个地方 没有 我想不到 我一直希望它真的会去到政治改革的一步 其实我和多数人的这个希望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直等一路等 等多几十年 等到现在美国人都已经醒了 难道我们还不醒 就是没有理由这样 其实在左批机构里面 就是文化圈子 二厘的盈子 我也认为很多前辈 但是问到这个问题 始终大家都会有一点 就是秘技也好 或者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你觉得里面有多少人想法 其实都是相对liberal 都是挺拥抱香港的心价值 只不过是不方便说 还是里面真的表例如一地那么左呢 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有 两种情况都有 还有一种情况 他未必是认同共产党的那一套 但是他出于自己的利益的关系 他就表现上去 就是这个 户惑共产党的那一套 但是他内心其实想的是不同的 但是他表现到 要表现出很进步啊 很爱国啊 就是因为他有实在 实在的一些利益在里面的 那有一些是完全是洗腦 而不懂得洗自己的那些东西的 就是那些又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和同辈的韓维兵出生的 他们几十年来在大陆被洗腦 那来到香港他们又去找食 他去找食 他就不会太过留意香港西方的意识形态 西方的普世价值 他们觉得这些是很自然的 那他们就不会反省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们从学生到老 他们一直都是保持共产党 救他们的国内 所以我很多老同学都是这样的 都是很爱国的 他们觉得如果不爱董 就是一种罪恶来的 刚才你也提到的 譬如你以前辈 他也是这个圈子出身 然后就离开了 去到苹果工作 其实你觉得类似这样的模式的人 就是会离开这个阵营 又反思 接着又勇于走出来 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呢 就是去到什么的 有什么的前提条件之下 才可以走出这一步 我想这个个人的性格很重要 就是李仪 李仪都是困境一点的 我本身我其实我都是困境一点的 有些就好像性格很脆和的 没有什么所谓的 或者他是 也是思想比较单一的 那些 那些好像我们那么长年龄的人 你说希望他会被局省 就比较困难 李仪很有个性 他本身很有个性 有个性强的人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 比如受到压力就会改变 或者是被人拱用心具 收买一下 那就改变了 他就不是那么容易 他会跟着自我的那一套行路 那走着走着 可能继续从高就有压力下来 你从高就有压力下来 那么大家纏你纏他 他就唯有死心堕地和你揭裂 刚才你提过 譬如南珍前辈 那个扮天地的方针 我不直接认识他 但是我认识他的女儿 是啊 听过很多他的报寺 是啊 但是我想请教 其实当时是 以你理解的是 刻意是一个策略 是容许香港这个空间 而且是可以容许天地 甚至是三宗箱 都出了一些敏感的题材 而这个策略 其实是源自哪里的呢 我想跟那个大的形势 都有些关系 因为那时候 其实你就算在中国大陆 其实那些市场的开放都相当 有一段时间相当的大胆 在香港当然又更加不需要太多 有些计心在那里 那这个是大的形势 给了林珍他们一个机会 包括林珍、罗夫 我接触的 还有以前《大公部》 有一个副社长叫做 我忘记他的名字 就是我们私底下接触 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我们都不相从下的 就是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相从下的 还有他们和大陆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那个联系呢 就深入过我们的 因为他们可以联系到一些 最有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所以我觉得林珍的那个出版方针 其实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是大的环境 一个是他本身自己的思想 那么共产党里面我相信都有相当部分的人 其实他们的思想都不是叫做 研究子主义的共产党的思想 其实他们可能是个极派的共产党的思想 因为经常都有一个讨论 就是党性和人性之间 永远都有一个割裂和斗争 去到太平政势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到现在这种形势 就会直接出现了 就像南珍先生 他现在还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沿路 左派出版沿路 他已经过了身很多年了 就是爱识他的印象的地位 是的 依然在那个位置那里 但是当年的方针 都已经近乎不再存在了 是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 这一类的 就是叫做广义的统战策略呢 是一个权而之计 还是一个真是有一个长远的方向 我们后人都可以享受呢 他们的出发点 其实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培放需要的 就是你经济培放 你如果文化不培放 你政治不培放 你的经济是没有办法培放的 但是政治的培放 和文化的培放 共产党有一个终极的一个边界在这儿的 那个边界就是 鄧小平提出来的四項基本原则 是不是叫做四項基本原则 就是堅持共产党领导 堅持无产阶级专政啊 堅持社会主义堕路啊 堅持四个堅持 那样也是共产党一开放的时间 它就定了这个边界在这儿 就是你怎么开放都行 你没出这个边界 出这个边界呢 就是障碍到共产党的 这个边界的专制的那个政权 如果在这个边界之内 你怎么开放都行 都是一个组体浪里面的开放 那他们又不怕那个政权会受到冲击 所以这个我想是共产党 由国家开放一开始 他们就已经定了这个基本的方针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比如说南新先生 仍健在的话 在今时今日的香港 其实也不可能做到他以前 容许那种空间的了 不可能的 现在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他绝对要跟董的那个路线走的 现在他绝对要跟习近平的那个路线走 就算我老板他现在都不行了 他现在到北京的 因为始终他的地位是 有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是 左派最高权力机构给他的 所以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一个人思想相对liberal 在一个这样的体制之内 其实都不可以做到什么改变的 上头一变的时候 就算你心里面不认同 都是要跟随 除非你走的 这个就是那个选择 是 除非你好像李懿那样 就是你跟左派完全是割裂 跟着你又不需要他们拥活你 那你就可以做回自己的事 你观察所及 如果是不太认同 但是又不想离开的原因 通常是因为 权力地位 面子等等 因为多年的友谊 旁边的朋友 生活圈子 是 因为怕离开之后的恐惧 是 怕被人遗弃 或者被人批斗 或者被人割席 是 那样东西都有些呢 是 那样东西都有些 各个人的情况不同 就是好像我有一些朋友 我有一些老同学 他们到现在还是爱谷的 但是他的爱谷的程度 又有一些不同 有些朋友 其实他们在共产党 很多事情 看不过眼的 但是他看不过眼 他又可以选择 不出声 所以这个中间 很多层次 谷字的选择 那个棋的位置 又不同的 明白 我们这个导读 刚才就是由近年的法治 开始 闲谈到你的书 但是真正的重点 就是留在Billy的现场跟你谈 因为这边的生活 在你旁边谈 比较详细一些 那我们今次希望 大家有缘的话 就可以在一些书局 网友书店 可以找到所有前辈的书 香港买不买到呢 我就不清楚 那本新书 听说香港买到 我一个朋友在香港的二楼书店 我也要去到二楼书店 天地有没有进入你的书 有没有理由不进入的 我没有问他 我认识他们 很大压力 好 那我们先到这里 接着Billy就详细 跟你讨论一本书里的诗节 好的 多谢你 谢谢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